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是不是現在都要 來鎮壓知識分子了 今天我們也聽到 這個獨派大老師振鋒講說 真是他M的 還說現在是不是要分書坑儒了 這個我們在講的事情 就是這個蘇偉碩醫師 蘇偉碩醫師他是反萊豬 他其實以前也是反萊牛 他又不是現在才反萊豬 但是現在竟然也要被茶水 表誰告發的 衛福部告發的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蘇偉碩醫師 他開記者會拿出了當年 反毒牛 反出賣 反欺騙 我們看到蔡總統站在正中間 當時不是政府就是這樣反的嗎 那現在竟然換了一個時空的時候 我們的衛福部就告發他 告發他還查了水表 今天他氣到出來開記者會 因為他前兩天才在 這個台中的時候講說 該不會要被查水表 沒想到真的就被查 先看一下他剛剛怎麼說 當年我們的執政黨 當時還是在野黨的時候 有現在的總統 當時是擔任黨主席的樣子 辦了一場反毒牛的大遊行 當時萊牛就是毒牛 當年可以講萊牛就是毒牛 為什麼今天不能講萊豬就是毒豬 所以我還是會在12月25號 按照警察局指定的時間 如果他說要我晚上10點 我就會晚上10點去 那我會申請傳訊我們當今的總統 就是當年的黨主席蔡英文博士 請他講講看當年他為什麼說 萊牛就是毒牛 如果他可以說萊牛就是毒牛 當然我更有證據來說 萊豬就是毒豬 對 既然蔡博士都講說 萊牛就是毒牛 真的很有證據說萊豬就是毒豬 我們來問一下郁政委員 現在是不是說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綠色恐怖 我們現在已經警察國家了 是 不只是綠色恐怖 實際上這個政府意圖 造成的是寒殘效應 其實我真的很佩服 我們蘇偉碩醫師 他從以前 他是反萊克多巴胺 從以前不管是 以前是國民黨執政 現在是民黨執政 他都是始終如一 他真的 我覺得真的是有 讀書人的風骨 你想想看 看看他 再看看我們現在 當今廟堂之上的這一些 我們這些部會首長們 當初在美國萊牛要開放的時候 講的是什麼話 現在又說的是什麼話 完全是改變他們的立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 真正是讀書人的風骨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民黨之所以會傳訊 蘇偉碩醫師 重要是因為他掀開了國王的新衣 他就是戳破了政府這個謊言 很大的這個謊言 因為政府一直告訴大家說 這個世界各國什麼標準 安全無疑 自由選擇這樣講 對吧 好 但是蘇偉碩醫師 從他以前到現在 因為他就是有科學標準 有科學證據 他是提供出科學標準的 他是有證據說話的 我看過他在立法院公聽會 說的那個內容 我覺得就是說這樣子讓民眾 真的是充分的瞭解到 這個萊克多巴胺 對到時候這些在這個 這些就是比如說在豬的身上 進來大家吃了以後 對我們身體會真的產生影響 那他去戳破了這一點 那民黨政府之所以 我們政府之所以要傳訊他 其實真正的目的 不是為了傳訊他 是要製造寒蟬效應 當然是殺雞儆猴 讓大家說下去你看 你看他已經被傳訊了 不管他後面有沒有 有沒有事情 就他被傳訊了 你看你們如果他講那些話 你們敢轉傳的話 這個是在恐嚇人民 這個政府走到今天 台灣民主這樣 大家爭取這樣幾十年 走到今天竟然還在走回頭路 意圖恐嚇人民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是 關了中天不讓大家有自由選擇 這個遙控器 要自由選擇看哪一台的權力 現在還要做一言堂 要控制我們的思想 不准我們有自由講話的權力 而且衛福部說現在誰講就告誰 今天我們也看到陳時中部長就講說 因為難以判定 所以就法院判定 那如果依照這個標準的話 法院判定 那我們也讓法院判定一下 蔡總統當年講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呼籲執政黨 就出來執求對決 既然蘇醫師已經這樣說 有毒他也提供相關證據 民黨你也應該提出來 執政黨你也提出這個相關的證據 就大家來公開的來討論 沒有 他現在用這種恐嚇手段 我覺得是非常的令人遺憾 就是說 不過我覺得民黨這樣做 就是也是 說實在也是在砸自己的腳 我相信所有的百姓都看不下去 這個七層 六七層民意反對的這個東西 然後再加上 你不顧過那個食安 第二個再加上你 鉛制人民的這個言論自由 這個不能發生 真的沒想到是衛福部來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有整理一個時間表 這個蘇偉碩醫師 他被查水表 竟然是衛福部來提告 然後理由是說 你散步不實的訊息 可是剛剛我們這個 郁政委員講說 都是這一個有科學根據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表 其實在這個10月22號的時候 當時食藥署就發新聞稿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蘇偉碩 說他們於理無據 違言聳聽 然後又再次向這個 內政部來告發 到了11月17號的時候 他們就發新聞稿 就說你是不實言論 警告警告再警告 所以到了這個12月15號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蘇醫師到台中去 他那時候就是講說 搞不好自己會被查水表 一語成稱 真的果然就收到這個傳喚通知書 時間點還晚上10點 真的沒有看過這麼晚的時間 還要去傳喚人家 但是這個官方說法是什麼 因為可能蘇醫師要看診 所以要晚一點去傳訓一下 但是我們再來看這邊 這個也是讓大家覺得莫名其妙 食品衛生管理法 明明就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我們不是都叫食安法 現在是這個政府就講說 叫做食品衛生管理法 改名 說你改名就改名了 反正現在政府說的算 然後這邊就是10點鐘就要來查辦 好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這一個 靜平哥 現在這個蔡英文政府 民進黨他們執政了之後 用過去他們最痛恨 最討厭國民黨所謂什麼 威權時代戒嚴體制的這種 思維邏輯的方式 來進行對不同意見的聲音 有意義的聲音 剛剛你們講到這個什麼 包括殺雞儆猴 韓燦效應 就是一種對意義聲音玲瓏冷 所以你看到之前2018年11月 有台大的教授 蘇宏達批評政府文化部的 故宮的這個政策 然後馬上就被查水表 還被法院最後判無罪 說他造謠怎麼樣 現在這個是也是衛福部 衛福部長崔樂園他有提到 他就說為什麼會把這個蘇醫師 把他這個事情拿出來 然後要約談他 主要就是除了違反食品衛生管理 食品衛生法之外 還有他們就是認為說 蘇醫師講什麼 來記在空氣中呼吸就可以呼吸到 然後在裡面他講到這些言論 都讓衛福部沒辦法聽下去 可是你要想想看 當時在立法院的公聽會 這個就像是蘇醫師 蘇維蘇醫師所講的 陳時中部長從頭到尾都聽到 他當時為什麼不反對 他如果有意見的話 其實衛福部後來在10月22號 他有前後兩天至少有發新聞稿 否認然後有澄清這個事情 我覺得號稱最會溝通的 蔡英文民進黨政府 你是用這種方式 跟這個人民溝通了嗎 你用這種方式跟醫界 跟學術界溝通了嗎 是不是只要醫界跟學術界 講出跟你不一樣的聲音 不一樣的道理 甚至之前還有什麼 之前還有民意代表 像國民黨台南市議員 講三倍券的事情 也被說造謠 後來移送 所以現在政府沒有要溝通了 你看之前那個 也是有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 李萊希也是一樣 他也是講一些戴口罩的事情 玉貞姐要補充 都是用這種方式 不但不溝通 而且常常用善意的 說以善意之名來傳訊 你記不記得 這個在秋鬥之前 我覺得這真的很離譜 秋鬥之前 警察到雲林的豬農家裡 去關心說 我們是善意關心你 是善意 我問過的主場 這是注意善意 信公後來被去查 也是善意 也是善意 去關心他的這個消防安全 他現在不只是這樣 晚上去這個叫你來傳訊 也是基於善意 都是 所以這個證明 多為人民著想 那我想問刑事局 這個丁怡民事件 一發生那個 牛肉麵那個桶編事件的時候 來牛那個事件的時候 那不是很大的看板嗎 然後刑事局第一個時間跳出來 說這個沒有符合這個惡假害 所以不用辦 這種事件 怎麼我們沒有看到刑事局 出來說一句話 蘇醫師說出的真話 有符合惡假害嗎 所以你講到這個例子 我只想最後一句話 就是他政府現在這樣做 衛福部也好 或是蔡英文政府 警方這樣子做 你們受益衛福部這樣子 去打壓這種不同的言論 而且你要講科學根據的話 只有一種狀況 我剛前不是講這個蘇宏達嗎 那蘇偉說 其實會跟蘇宏達最後的狀況很像 最後法院在判 有沒有涉及假消息 散佈不實言論什麼什麼等等 法院最後判這個蘇教授是無罪的 我相信蘇醫師也是一樣 所以浪費司法資源 只是為了遂行你的政治目的 來打壓跟追殺 你只會最後打到自己 對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蘇偉說醫師 他今天就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說乾脆12月25號 你要傳訊我的話 那我們就12月25號 大家走上街頭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 對 這個地方其實這邊 我們就講到剛剛這個 查水表的事情 現在石藥所的講法是說 因為他公開的講說 這個含有毒性 是搖頭玩的250倍 種種的這些東西 就是他們說這個說法是 散播不實的言論 所以現在有可能會處 這個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甚至是拘役新台幣 一百萬以下的罰金 所以我本身就會包含了 對 朋友們覺得 這個含有毒性 我是你 還要給身體 那些用語帶來打受 保證的 就能夠 這個含有毒性